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身為一個念哲學的學生 我每天要面對非常非常多很困難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當中呢 有兩個我覺得是最最難以回答的 就是這兩個 一般社會大眾對哲學不了解 這現象背後呢 其實有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大家常常把哲學想得太困難 好像你做哲學 就一定是要研究一些非常深奧的問題 像這兩個 我今天在這邊呢 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在哲學裡面 其實有一些非常簡單的想法 這些想法簡單歸簡單 但是依然能夠協助我們去面對 生活當中的難題跟挑戰 首先我們從這個傢伙開始 小木偶的故事大家都有熟能想 它的特色就是 說謊的時候鼻子變長嘛 那說實話的時候鼻子才說回來 這個關於小木偶鼻子的規則是 如此的簡單 你大概很難想像這個規則在什麼地方 有可能會出差錯 但是想像看看這個情況 如果小木偶說了這句話 接下來他的鼻子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在非常非常多的場合 問過大家這個問題 一般來說碰到的答案 可以分成下面這幾種 有些人認為 在說了這句話之後 小木偶鼻子是變長 在場有沒有人覺得變長的 舉個掃抱 變長的 OK 謝謝大家 第二種人認為呢 在說了這句話之後 小木偶鼻子的動態應該是會變短 來 變短的舉手 OK 謝謝 再來呢 有些人認為 講了這句話之後 小木偶鼻子不會有任何的動靜 贊成不變的舉手 好 謝謝大家 最後最後呢 有一群人 他們認為 在說了這句話之後 小木偶鼻子是會不停的伸縮 同意這個想法 舉手 好 謝謝大家 有些人可能覺得很奇怪 不停聲說這算什麼 其實這種想法背後的想法 很簡單 假設你是小木偶的鼻子 在許多許多年前 仙女姐姐跟你下了約定 對不對 什麼約定 當你聽到你的主人說謊就變長 然後一直到你聽到主人說實話 你才說回來 想像一下這一天你跟往常一樣 端坐在小木偶的人眾上面 然後 你突然間聽到你的主人說 我的鼻子要變長了 這時候你會想什麼 你大概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我沒有要變長啊 他幹嘛這樣講 所以你 突然間發現 所以我的主人是在講一個假的事情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是不是趕快變長 但是很快的 你變長之後你又發現 事情好像不太對 我的主人剛剛說我要變長 結果我真的變長了 被他說中了 怎麼辦 是不是要趕快縮短 但是很快的 因為你是一隻聰明的鼻子 你說完之後發現事情又不太對了 所以就造就那個 作為情趣玩具的小木偶 但是你回想一下 剛剛那一串想法 是不是真的像我們剛剛說的 那麼順暢 那麼有道理 你是鼻子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東西來判斷自己要變長還是縮短 你是去判斷說 我主人講的那句話是不是符合事實 對不對 當你發現小木偶說一句不符合事實的話的時候 你就變長 但是 原來的規則是要探測小木偶是否說謊 對不對 在這裡我們面對的問題好像是 剛剛那一串想法把謊話等同於不符合事實的話 但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想法 探究這個想法之前 我們還考慮其他相關的例子 大家知不知道 當初仙女姐姐 為什麼要對小木偶的鼻子 下那個咒語 是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仙女還蠻無聊的 那有一天呢 仙女又開始覺得 日子過得有點乏味 像招電樂子 招什麼樂子呢 仙女姐姐很聰明很快就想到了 那我再捉弄一下小木偶好了 她就說來 小木偶來來來 我跟你講 講什麼呢 小木偶啊 我們當初是約定說 你說謊話的時候鼻子變長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我剛剛呢 已經偷偷的把你的咒語做一點調整 明天中午12點 不管你有沒有說謊話 你鼻子都會變長 這當然是唬爛她的 但是小木偶非常相信仙女姐姐講的話 所以她就真的以為自己明天中午12點 鼻子要變長 那在聽到這個之後 小木偶就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焦躁 為什麼 因為鼻子變長的感覺 對小木偶來說還蠻噁心的 不喜歡 所以小木偶側夜未眠 然後隔天早上 一起來 就兩隻眼睛瞪著那個時鐘啊 看著那個光音一分一秒的過去 還越接近中午12點 倒數三秒 倒數兩秒 小木偶終於忍不住尖叫說 怎麼辦 我的鼻子要變長了 這個是剛剛那句話 對不對 我們剛剛討論的那句話 但是你想想看 在這個故事裡面 小木偶是完全相信仙女姐姐 她完全相信自己中午12點 鼻子要變長 所以說出這樣子這句話 大家想想看 你會覺得她說這句話 是實話還是謊話 覺得是謊話的舉個手 OK 覺得是實話的 好 大部分人覺得是實話 為什麼 因為她真的相信 對不對 你頂多可以跟她說 你頂多可以說 這小木偶被仙女姐姐誤導了 但她就算是被誤導 也是在誤導的情況下 說出實話 說出她真的相信的話 所以接下來小木偶的鼻子 會有什麼反應 當然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反應 對不對 因為鼻子知道 我的主人說出了她內心 真正相信的事情 這個故事為什麼重要 因為她告訴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有可能說出一句話 這句話不符合事實 但是嚴格來講也不算是說謊 你有可能被誤導 但是不算說謊 讓我們考慮另外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小木偶她爸是木匠嘛 對不對 所以當城鎮裡面最高最高的 鐘樓的指針壞掉的時候 正常就會叫她爸去修 那個鐘樓很高啊 要怎麼上去修 然後村子裡面的人會架好滑輪 然後村子裡面最強壯的大力士 拋個繩子上去 然後小木偶跟他爸站上小木臺 大力士一把一把把他們拉到 高高的鐘樓最上面 那今天鐘樓指針壞掉了 他跟他爸回去修 站上小木臺大力士開始拉 一把一把的 小木偶跟小木偶老爸 站在小木臺上面 離地面越來越遠 那緩緩上升的時候呢 小木偶的老爸看到了 小木臺還蠻小的 那旁邊的扶手蠻矮的 搖搖晃晃的 越來越高 一路上不停地叮囑小木偶說 兒子啊 待會我們到了最高的那個上面 你千萬不可以說謊話 為什麼不可以說謊話 因為你如果鼻子變長的話 老爸可能被你撞下去啊 很危險 但是你想想看 站在小木偶的立場 一個木匠的二代 那他多少知道 就是老爸希望他這樣 也可以繼承一波 所以像是修鐘樓這種指標性工程 就會叫他去觀摩 但他還是跟普通小孩一樣 覺得很無聊 每次看老爸悄悄打打的 沒意思 所以在緩緩上升的時候 小木偶想說不行 一定要找點事情來找樂子 找什麼樂子呢 老爸最擔心的就是 我到了最高的地方 鼻子變長 對不對 那我該怎麼做 小木偶拍拍他老爸的肩膀說 欸爸我鼻子要變長囉 這是我們剛剛討論的那句話 對不對 現在小木偶為了惡作劇 騙他爸說自己鼻子要變長了 所以這算是實話還是謊話 答案應該還蠻明顯的 所以接下來他的鼻子會有什麼動態 好啦悲劇我們先不要討論了 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就是說 你有可能說出一句話 他符合事實 但是是說謊 OK 所以考察這兩個例子你會發現 我們講實話講謊話 其實跟那句話本身為真與否 沒有絕對的關係 比起他符符的事實 我們更應該在意的是 說謊的人在講的時候 他相信些什麼 他是依著什麼樣的目的 可以說出這句話 回到原來的問題 當小木偶說我的鼻子要變長了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四個選項 剛剛在場包括我 許多人都在其中選了一個 但是事實上最標準的答案應該是 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我們需要像這兩個故事那樣 額外的脈絡跟細節 讓我們知道小木偶是在 相信什麼的情況下說出那句話 才有辦法判斷他為什麼是在說謊 換句話說 其實剛剛四個選項你 任何一個都不該選 但是還是有那麼多人選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每天用實話謊話這些詞 溝通得很順暢沒錯 但是對於這些概念背後的意涵 跟規則 我們是不見得隨時都可以掌握到的 而這種對於概念內涵複雜程度的 不了解跟沒有認知 有時候會進入我們的公共討論 影響討論結果 大家知道最近最紅的議題之一 是同性婚姻 在同性婚姻的爭論底下 有一派人他反對同志可以結婚的理由 是這個 什麼樣的艱難困境 你想想看嘛 現在的國中現在的高中 如果同學們知道其中一個小朋友 兩個爸爸 或者說他有兩個媽媽 他在班上是會受到欺負跟霸凌的 所以這是 算是很中肯的講法 那你也可以想像 說出這種講法的人 他是心存善意 OK 背後的邏輯很簡單 有一個後果是我們不想要的 所以我們阻斷他的原因嘛 心存善意的一個建議 原因到後果一條線 中間砍掉後果就沒有了 不需要擔心 有小孩因為被同性戀領養 陷入艱難的處境 但是 原因到後果的關係 是不是 這樣子一條線一個箭頭那麼簡單 想像下 如果你是警察 你面對一個車禍現場 你問你的屬下說 好吧 車撞死人啊 那這個車為什麼會撞死人 屬下跟你報告的答案可能有很多種 例如你屬下可能會說 經過調查我們發現是駕駛酒駕 或者說經過調查我們發現是駕駛超速 或者經過調查我們發現 沒有啦不是駕駛的錯 是行人闖紅燈自己衝出來被撞到 這些答案都是可能的答案 但他們需要證據支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如果你問你的屬下說 為什麼車撞死人 你的屬下竟然回答你說 那是因為保險桿太硬了 你大概覺得說 靠你是來亂的嗎 但是想想看 如果你換一個情況 你是汽車公司的工程師 你跟你的同事們在研究 為什麼你們出廠的某一個車款 在出車禍的時候 特別容易把行人撞死 在這個時候 保險桿的材質就會是討論重點 對不對 所以說 當我們在討論車撞死人 同一個問題 卻有不一樣的原因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人站在不同的角度 探討同一個問題的時候 會依照他們問問題的目的 而轉換不一樣的答案 當我們面對一個後果 在詢問它的原因 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是在做責任的分配 對於警察來說 警察的任務是 懲罰不守交通安全 因而導致車禍的人 所以對警察來說 車禍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不守交通 不同交通規則的那個人 但是站在工程師的角度 工程師的任務是設計出 對於人的安全來說 友善的車款 所以站在工程師的角度 我會說 車撞死人的原因 可能跟車的材質有關係 不同的角度 你會分配不一樣的責任 得到不一樣的原因跟後果的歸因 那我們回到 同性婚姻跟同性領養的議題 如果我們在這裡只看到 一個原因一個後果就那麼簡單 你用來避免這個悲劇後果的方案 何可能你會直覺上想到 不要讓同志領養小孩 但是 如果你在這裡看到的是 原因跟後果之間複雜的關係 跟選原因其實是在分配責任 這一層想法 你可能就會看到 造成被同志領養小孩陷入 艱難處境的 不只是他被同志領養 而且是他在一個 對同志不友善的社會氛圍底下 被同志領養 當你看到這一層 你選擇用來阻斷這個 悲劇後果的方案 可能完全相反 你可能會認為 現況下我們應該盡速通過 同志婚姻合法化 因為這等於是政府 藉由法律來宣誓 同志跟一般人一樣 應該想要有一樣的權利 不應該被歧視 在現代的民主社會底下 我認為 我們身為公民 遇到最嚴肅的挑戰 就是在民主社會當中 跟立場和你不一樣的人 一起做決策 做政治決策 那同志婚姻的議題 只是眾多公共爭議的 其中一小個例子 回想一下 小莫的故事告訴我們說 我們用來思考的時候 使用那些概念 它背後的規則跟內涵 可能是複雜的超出你的想像 但是 一旦我們掌握了 這些概念的複雜程度 我們就更容易 在面對問題跟挑戰的時候 發現更多不一樣可能的解決方案 那 如果你問我說 哲學 可以用來幹嘛 我們剛剛進行的這一串 對於思想的反思 發現概念的複雜程度 並且在掌握這樣的複雜程度之後 進而獲得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案 我認為 這個 就是哲學 可以帶給我們最寶貴的禮物 我是竹佳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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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ck